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雕橄榄河洲 是一件著名的巧雕作品 周宽3.4公分 高1.6公分 甚至比一元硬币还小 这件作品雕刻极为精细 船舱两侧 有四扇可以开合的花窗 打开后可以看见一人 端坐在放着杯盘的桌子旁 另一人戴着头巾 坐在另一侧的窗边 船舱外 一名老者坐在船头 还有一人从船的一边探出头来 两名童子正在烹茶 一旁有茶炉 茶壶和提侠 船尾有两人 一人是弯身摇鲁的船夫 另一位则是坐着的僧人 船舱外悬挂着灯笼 舱顶的桂杆 绳索 以及折叠的樊具 点出月夜泛舟的意象 这样一个小小河洲上雕刻了八位神态各异的人物 繁复的细节堪称鬼斧神功 这件作品的周底 刻有北宋大文豪苏氏 也就是苏东坡所撰写的后赤壁赴全文 及乾隆丁寺五月城 陈祖章公质款 陈祖章 是来自广东的牙匠 在雍正七年 1729年 进入清代宫廷的皇家作坊 也就是造办处工作 乾隆二年 1737年 他雕刻了这件橄榄河洲 同年他成为了造办处里薪资最高的工匠 用果核雕刻 是明代以来苏州地区流行的工艺 国立故宫博物院 收藏不止一件的果核雕 由出身广东的陈祖章 雕制苏州传统的果核雕 可以说是在文人品味的精致风格中 融入了广东牙雕 繁琐精巧的特色 是乾隆初期 宫廷内苏州样 广州匠的实力 雕橄榄河州的州底 有厚赤壁富 全文共三百余字 说明这件作品 是以苏东坡厚赤壁富 作为创作舞台 国立故宫博物院 另外还收藏了一件雕核桃小船 船舱上有好风能自制 明月不虚奇的连语 是寇和苏市前赤壁富的文字意境而来 前后赤壁富 是苏东坡被贬折黄州期间所写 内容叙述他和友人同游赤壁 泛州饮酒的过程 表达了苏东坡 胖然豁达的心胸 与初世木仙的思想 这两件著名的文学佳作 也成为后世艺术创作传颂的题材 一件由金代山水画家 五元纸绘制的赤壁图卷 一面诉说了东坡由赤壁的故事 另一面更是在当时文人 在赤壁怀骨情怀的流行下 所出现的图绘唱和 显示了后世对苏东坡的推崇 明代以后 在一股东坡崇拜的文化气氛下 东坡肉甚至成为文人雅籍 宴会必备的菜肴 当然 提到东坡肉 便让人不禁联想起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人气展品 肉行石 这件肥瘦层次分明的逼真作品 是食材经过漫长岁月累积 在由工匠染色 琢磨而成 这些艺术作品让我们了解 苏东坡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他的创作更启发后世文人 工匠无穷的想象力 大文豪苏氏的形象 对我们而言又更加多元生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